同志大遊行 婚紗裝訴求婚姻合法化 穿婚紗已經三年了 然後我在同志婚姻合法化 還沒有成立為止 我每一年都要穿 這樣的婚紗來做遊行 高雄同志大遊行 昨天第四年上街 擔任日文老師的男同志王菅妮 連續三年穿婚紗遊行 表達對同志婚姻合法化的訴求 她兩個月前 瘦身11公斤 就是為了要美美的上街 包括這個假髮要 至少要五萬塊 對 下海市人群 說到要做到 說到要做到 現場近簽名同志及民眾 頂著大太陽走上街頭 還精心準備各種打敗 丁字褲 打赤膊 彤彤友 準備了很多很累的音樂 大家一起來跳 我覺得我們需要的是一個尊重 並不是說支持什麼 但是就是尊重說我們喜歡別人的權利 活動總召 去年才向父母出櫃的T婆潘維多 希望更多女同志 和她一樣 泡開面具 上廁所也不用再面對異樣眼光 隱隱約約他們都知道 只是說不說而已 那去年我就跟他出櫃了 但是我很感謝我的爸爸媽媽 還真的蠻包容的 讓我整個心放開了之後 我想接下總召來說 告訴所有的拉子 盡量站出來 來做自己 因為本身我的外型就比較像男生 我們自己也會很不好意思 好像去嚇到人家 可能他講個電話 或是出個聲音什麼的 那就OK了 但是我覺得有一點尷尬